哇,這小白花是什麼呢?讓你猜猜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喜歡香草樂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在觀賞影片之前,請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並按下小鈴鐺 哇,當我們種花人看到這個有點陰雨天就想說 太好了,不用浇花了,因為等一下就會下雨 那今天要介紹是這個,好特別喔 你是不是以為是奧勒岡啊,它其實是薄荷的一種 薄荷的話有好多好多種齁 那有時候用地名來命名,有時候用它的香氣來命名 譬如說蘋果薄荷,柳橙薄荷,就是它的味道 那地名的話就像是荷蘭薄荷 這個是羅馬薄荷,好特別喔,來看一下我的介紹 哇,這個花好漂亮喔 一朵一朵小白花,好聖節喔 這個是羅馬薄荷開的花 那從夏天的夏末開始開花 現在進入秋天了,你看很漂亮 它體型很嬌小,然後它的葉子還有一點點像奧勒岡喔 這邊看到就是羅馬薄荷,欸在哪裡 這個是青蔥,然後這個是艾草 就是它呢,就像我剛剛說的 是不是有一點點像那個奧勒岡的感覺 等一下再進一點特寫 你看,真的葉子好小喔 它就是羅馬薄荷了 那葉子也是涼涼的清香的味道 它體型很小,然後很纖細很漂亮 外型就像剛剛說,有點像奧勒岡 它比較怕樂 我印象中夏天都長得比較醜 然後秋天過後,欸就會復活 有時候夏天快快快死掉了 還好,還好它越過了夏天 現在又開始越長越多了 這是羅馬薄荷葉子的特寫喔 葉子好小,大概不到一塊錢的銅板的直徑喔 好嬌小喔 那它一樣是純型花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只要適當照顧,可以一年又一年 秋天要來了 很多那個新的羅馬薄荷就冒出芽來了 那它整株是像這樣慢慢往上長 然後花苞是在比較高的位置 像這個地方,就在末梢的地方 那我覺得薄荷的花來講 它算是最漂亮的之一 因為很多薄荷花都很小 它是超醒目的,很漂亮喔 這就是羅馬薄荷開花的特寫 很嬌小很可愛 我覺得它有一點像天使花的感覺 你看它多嬌小啊 你看我的手這樣比過來 你就知道它好小一朵喔 好多喔,有點像滿天星一樣 一三一三兩晶晶 哇,好喜歡它喔 薄荷啊,都是喜歡全天日照的植物 然後呢,如果是一般薄荷 應該四季都栽培良好 但是羅馬薄荷相對比較怕熱 夏天可能會變醜一點點 那只要你細心照顧啊 到了秋天啊,就會再長更好更茂盛了齁 那薄荷要注意就是說 它土壤表面圍桿石在澆水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的薄荷比較稀疏的話 你可以把它做修剪,可以促進分支 再如果你覺得薄荷細細長長 搞不好是因為日照不夠 那就要增加日照 它就能夠比較強壯而不會土長了 那這是我關於薄荷的介紹 特別是羅馬薄荷 真的很可愛對不對 有機會你也可以到花室找找看它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分享與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掰掰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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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